大家好 歡迎收看5月6日的天氣報告 我是呂屋星 今天天色相當不錯 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我們見得到 除了一道雲大覆蓋住廣東西部之外 受高空反應船所影響 中國東南元岸的雲量相對較少 所以下午在維港看出去 天色相當不錯 再加上細風的關係 下午大部分地區的氣溫 是上升至31至33度 與昨日差不多時間相比 大部分地區的氣溫是上升了2至5度 我們預計受到高空反氣船所影響 明天的天氣都會是炎熱為主 所以今晚及明日的詳細天氣預測會大致多雲 有一兩陣著雨 明天初時部分地區的能見度較低 最低氣溫會是25度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 最高氣溫會是31度 風方面會吹微風 明天稍後會轉吹和緩的東風 至於之後的天氣 我們預計受到一股偏東氣流所影響 廣東元岸的雲量會增多 以及會有幾陣骰雨 所以指望我們預計 星期三會是多雲有幾陣骰雨 隨後一兩日的風勢會是教大家 這一節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下次見